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心情更是锦上添华 这里什么都有 就是每天播出的娱乐秀节目 我是主持人小方 在这里问候大家 阳光灿烂的日子 让我们一起关注 AM1450美国中文电台 这里是娱乐秀 有欢笑 有音乐 也有娱乐的八卦新闻 每天的新鲜的娱乐圈的大千世界 带给大家 我是主持人小方 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赵丽还是关注到一些演员 或者歌手的一些日常的随拍 或者是释放出来的一些日常的行为 谭松韵工作室 公布了他的一组活动随拍 穿着蓝色的人鱼裙 哇 一下子把他的身材的窑条曲线给凸显了出来 平时倒是挺随意的 有点像林家女孩的感觉 这样一打扮反而觉得温婉典牙 赵丽颖拍摄了一组纯白的婚纱大片 这个婚纱有点像礼服似的 贴身的那种白色吊带婚纱裙 然后是全白色的 有沙沙的那种感觉 然后和旁边的绿色植物同框合影 五官很精致 所以他都没有怎么太化妆 但是感觉气质非常的清新丹雅 张欣宇最近在社交平台率出 最近在西藏自治区灵芝市的旅游照 身着卡其色的衬衫 搭配牛仔长裤 露出中间一件小蛮腰 显得十分性感 然后在大自然里 时而开怀大笑 时而蹲下来玩水 享受欢乐舒适的旅游时光 特别是在西藏那些地方 高原显得天特别的蓝 一切能见度很好 反正拍出来的照片特别出片 还有最近张子怡发布了 在威尼斯电影节的第二部 工作日志的视频 片中可见他是把一双儿女带了去 陪一半在侧 也就是在忙碌之余呢 就抽空和孩子们外出嬉戏 当然没有看什么打卡什么美景了 主要是在游乐场里 简简单单的就是陪孩子 一起在游乐设施里享受欢乐 玩翘翘板爬上钻下什么的 当然也有一些他工作时候认真的一些 选衣服对剧本等等的一些视频 这边来关注贾静文 这位台湾演员和孙志浩 也就是他的前夫所生的女儿吴童妹 今年已经19岁了 不过目前吴童妹是跟着爸爸 还有后妈林若亚在上海生活 最近吴童妹分享了自己的另类打扮 这一次她又挑战了一个新的造型 接了一些长发 并且在末端染了色 然后把头发翘了起来 用发胶粘成了像个猫耳朵一样的造型 有点像是在模仿动漫里面的二次元模式 不知道是不是copy哪个动漫人物呢 然后许希文就是小S的女儿 看到了这位发小闺蜜发了这个动态 留言写到so pretty 其实在所有新二代的孩子当中 这个吴童妹真的算是比较另类和有个性的存在 她经常在个人账号上分享自己的穿搭 有时候脸上会画一些动漫的符号 而且据说她全身上下一共打了超过九个洞了 什么耳钉是最普通的了 鼻环 舌钉 还有肚脐钉 唇钉等等 不过对于乌童妹来说 这些打钉啊 红发 条染 金发什么的 都是属于彰显自己独立个性的一种表现 香港这边66岁的著名影帝梁家辉升级做外公了 她的大女儿梁颖辰 今天在社交网站晒出了她的小宝宝的脚丫子的照片 宣布两星期前生下了一个女儿 她还发文表示说 我们的小公主sky两周大了 这是疯狂而疲惫的两个星期 我们仍在努力解决问题 但是我们非常爱你 太可爱了 你很完美 新手爸妈 一看就是 梁家辉有两个女儿 梁颖辰和梁静希 分别是去年六月和今年一月初结婚 一年内两度嫁女 然后现在又喜做外公 真是喜事一浪皆一浪 而在香港这边的歌神许冠杰 你还记得她吗 日前迎来了她76岁的生日 她的美妃混血太太 以及两个儿子 许怀新 许怀古 等一大家子现身为她庆祝 一大家子还包括儿子 孙子什么的 非常热闹 许冠杰许冠文 这两位对香港人来说 绝对是不陌生的名字 今年三月份歌神许冠杰 还登台宏馆再开了演唱会 举行了许冠杰 最紧要好玩演唱会2024 其中也有跟许冠文同台合唱的环节 真的是要不尽感慨啊 时间都到哪里去了 而就在9月8号 万众瞩目的流行歌手 美美 Taylor Swift出现在 纽约法拉圣草地公园的 亚瑟阿什球场 和她的男朋友 就是堪萨斯球长队的 近端风 特拉维斯凯尔斯 一起观看了本年度 美国网球公开赛 男子单打的决赛 在这个现场 真是高调的秀恩爱 时而搂搂抱抱 时而亲在一起 尽管之前有所谓的恋爱合同曝光 就是说特拉维斯和美美的这场恋爱 不过是双方提高人气和影响力的一种方式 好像说他们在一起 并非是源于爱情 但是从现场的 唧唧我我的互动来看 应该还是真的在谈恋爱吧 否则那太假了 当然了 无论是美美还是特拉维斯 两个人都是公众人物 也都被认为是表演型人格 所以在那种场合 略显夸张的肢体语言 多少都有一点 好像要给外界好好看看的感觉 你们想看我们亲热 好 那我们就亲热吧 笑过闹过看过之后 我们一起消失休息一下 这里依然是娱乐秀节目 刚才提到了歌神许冠杰 突然就好像听他的老歌了 那在许冠杰今年开的演唱会上 和许冠文同台演唱了一首他们的老歌 有酒今朝醉 今天节目中 让我们也再次和这位歌神许冠杰 一起重温一下经典吧 这里是娱乐秀 稍事继续回来哦 童年就八岁多宽趣 见到狗仔起誓醉 爷爷说我醉 兄弟几句 买包花生薄薄脆 跳下飞机 街边玩下水 爷爷还教我 说这一句 又就应该这么招聚 爷爷还教我 说这一句 又就应该这么招聚 行年十八岁 懒风吹 有名高级智随 随便是派对 扑到去 见到拷呼都请他 米国 谦虚 几大冲有水 连锤问下他 几多岁 又就应该这么招聚 原权问下他 几多岁 又就应该这么招聚 行年二十八岁 金飞翠 笨影依香拖美女 和照娃吹 相相对 结果出之娶了他 以为睡晚战队 谁知着一声跟着路去 无谓问过去 检心碎 又就应该这么招聚 无谓问过去 检心碎 又就应该这么招聚 行年六十八岁 腰骨到脆 这风湿中气碎 人家执两句 湿湿碎 我都鼓声吞了他 弹下相征 打牌抽下水 回头看过去 始终那句 又就应该这么招聚 回头看过去 始终那句 又就应该这么招聚 啦啦啦… 又就应该这么招聚 Zither Harp 又想应该这么称聚 Zither Harp 又想应该这么称聚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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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又就应该这么照忘 非常新鲜的娱乐资讯 非常八卦的明星艺人 非常好听的流行歌曲 敬请每日关注 美国中文电台娱乐秀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AM1450美国中文电台 主持人小方再次问候大家 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已经落下帷幕 而在加拿大多伦多 第49届多伦多国际电影节还在进行中 电影伊甸举行了首映式 影片的主演安娜德·阿玛斯亮相红毯 穿着奶粉色的薄纱背心裙 搭配裸粉色的高跟鞋 少女感满满 然后红唇装又凸显这位古巴美人的 明媚和热烈 电影伊甸是一部黑色喜剧风格的生存电影 故事改编自真实的事件 采用了两份不同的目击者报告 影片讲述一群离经叛道的人 他们已经被社会抛弃 想要寻找新的栖息地的故事 他们独立背弃了社会 每个人都被渴望改变的强烈愿望所驱使 于是抛下一切 把自己的未来压在最不可能的地方 他们来到环境严酷的加拉帕哥斯群岛 主演还包括 球德洛丹尼尔布鲁赫 凡尼莎科比 西德尼斯维尼等等 有望年内上映 两位韩国大叔 玄冰和李洞旭 也共同参加了影片的首映师红毯 玄冰是一身all black造型 俐落的背头 头发全梳到后面 和他骨同色的皮肤 显得他的硬寒气质 而李东逊也是黑色西装 但是内搭条纹衬衫和剥点印花领带 多了一份柔和感 而在9月8号的多伦多国际电影节上 赵涛出席了致敬奖的颁奖典礼红毯 并且在现场货颁特别贡献奖 赵涛身着粉色的绸缎长裙 出席颁奖里竟显端庄优雅 而赵涛在发表获奖感言时 也称这份荣誉来得非常及时 说在最需要鼓励的时候 给了我这一份鼓励 回顾24年的演艺生涯 赵涛说我一直都有机会 饰演一些处在困难中的女性 非常感谢电影 让我们有机会把我们的生活展现出来 而让我也在拍电影的过程当中成长起来 感谢电影 电影让我们女性更强大 而在已经落幕的威尼斯电影节上 也有些新消息传来 据报道 A24获得了电影粗野派的北美发行权 这部电影当时在威尼斯首映之后 就赢得业内人士的一致胜赞 也是为导演布拉迪科贝特 赢得了第81届威尼斯电影节的最佳导演 银师奖 然后影片被多方寻求出售 最终A24在激烈的竞争中胜出 这部战后史诗篇 故事是围绕薛阿利出生的一位犹太建筑师 拉斯洛托斯和他的妻子 埃尔兹贝特展开的 他们在二战之后逃离欧洲 前往美国重启他们的事业 并见证了现代美国的诞生 然后他们的生活被一位神秘而富有的客户 阿里森·李范布伦所改变 托斯从对方手中收到了一份 足以改变他今后30年人生的合约 据了解布拉迪·科贝特这位导演 花了7年多的时间拍摄《粗野派》 期间也经历了各种失败 包括融资的挑战 还有这部电影采用的是70毫米胶片拍摄 和中世纪复古的Vista Vision这种格式 所以科贝特必须将26卷胶片 差不多有重300磅 运往意大利威尼斯 为了电影的全球首映 但是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粗野派在威尼斯首映后 获得了全场13分钟的起立鼓掌 很多影片人都把本片形容为是 美国史诗的杰作 也称赞本片堪比 血色将至 美国往事 还有教父这些历史经典佳作 而据了解粗野派也即将在北美定大 而同时大导演丹尼斯维伦牛娃 现身在多伦多国际电影节的 致敬奖颁奖典礼的红毯上 接受采访时 维伦牛娃确认了他的电影 《沙丘三救世主》的剧本进度 他说仍在创作当中 感谢观众们的热爱 维伦牛娃也说 在制作第一部《沙丘》的时候 因为某种原因 没有在上映时和观众见面 然后在《沙丘2》上映的时候 就看到了很多观众期待和喜欢的这种热情 他说真的是打动了我的内心 据了解华纳日前宣布了一部 维伦牛娃的新片 将于2026年12月18号上映 然后多家媒体就猜测 该片应该就是万众期待的《沙丘3》 而目前维伦牛娃还在开发的项目 有包括根据普利策奖的得主 安妮雅各布森的畅销书 《核战争》一种设想所改编的电影 还有改编自阿瑟克拉克原著的科幻片 与喇妈相会 还有埃及艳后 项目还挺多的 但是维伦牛娃已经在众多的筹备项目中 优先选择开发《沙丘3》 也就是我们在不远的将来 应该可以很快地看到这部续作了 娱乐秀 我们要关注到电影泰坦尼克号这首歌曲的主题曲 《我心永恒》的联合创作者威尔詹宁斯 9月6号在位于德克萨斯州的家中病逝 享年80岁 威尔詹宁斯生前曾经给多位传奇音乐人创作过歌曲 包括BB King 《Whit in Houston》 还有玛利亚·凯利等等 还有为多部电影创作过主题曲 而其中最知名的就是这首电影泰坦尼克号的主题曲 《My Heart Will Go On》 这首歌是由Celine Dion演唱 歌词和曲谱是由詹姆斯·霍纳以及威尔詹宁斯来编写的 这部作品不仅在商业上取得巨大成功 也获得了第70集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奖 和第41届格莱美奖年度制作奖 都是很有分量级的歌曲 暂不说这些奖项 这首歌曲已经流传了多少年了 但每次想起那个前奏 依然会让人心碰碰地跳 而在众多的翻唱版本中 我选择了周深所带来的这首 《My Heart Will Go On》 时光仍然 我心依旧 明天我们的节目娱乐秀 也依旧会在这里等候各位哦 我是主持人小方 See you 我心依旧 That is how I know you go on Far across the distance and spaces between us You have come to show you go on Here you fall, wherever you are I believe that the heart of the Lord Once one, you open the door And you're here in my heart And my heart will go on and go Love can touch this one time It lasts for a lifetime And never let go till we're gone Love is when I love you When you die, I hold you In my life, you always go on Here you fall, wherever you are I believe that the heart of the Lord I will stay forever this way You will save me, my heart And my heart will go on and go on When you die, you not feel There is nothing I feel And I know that your heart will go on We'll stay forever this way You are safe in my heart And my heart will go away And I know that you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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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art will go away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